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同兄弟提摩泰 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 菲利门 和妹子亚非亚 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部 以及在你家的教会 愿恩惠 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 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 显出功效 世人知道 你们各样善事 都是为基督做的 兄弟啊 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 因众圣徒的信 从你得了畅快 我虽然靠着基督 能放胆吩咐你何疑的事 然而 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 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求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索中所生的儿子 阿尼西谋求你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索中 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 那是出于甘心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 那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在你呢 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 是按主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的账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兄弟啊 望你使我在主里 因你得快乐 并望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里得畅快 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 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 借着你们的祷告 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为基督耶稣 与我同坐间的 以巴伏问你安 与我同工的马可 亚里达古 迪玛 路加 也都问你安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的心里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